当主球和台面高速摩擦的时候,它的温度要高达500度。 所以在一些低质量的主球上,你会看到黄颜色的斑点。 这个黄颜色的斑点是高温,把球给烫焦了。 我以为你要说,所以你看,裁判都戴着手套,它烫着。 那这个羊毛织物早就烧起来了。 节目关爱的长球实在是不行。 好,谢谢。 还可以接受 这个要算好 如果你打五分球这么一个反薄 主球最后会走到什么地方 低落点在哪里 往上面打了 这下边更乱了 虽然这个球叫到的是一颗长球 但是我觉得好过 把这个主球死在这个球台边上 打到目前为止 就从两个人的状态来讲 丁俊辉的状态比马奎尔要好很多 而且你知道 现在的分数上面来看 一个人是在得分的 另一个人没有得分 最起码丁俊辉肯定是打到50分以上 再回头看这个球队 这个球形 即便是一手 马奎尔也很难拿到一个高分 这套其实简单讲 就是再吃三套球 要再吃三套球 就是这套六分算上 还要再吃三套 还要再吃两套球 就可以超分了 这个台面 你打上70 我想马奎尔也不会站起来了 就是在留到67分台面之前 你要把分数超过67分就可以了 要很认真的打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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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局应该是拿下来了 45分钟 这个球走成这样一个角度 它是要带开边上的一颗红球 是 有这个想法 能做到多少 就要看它的能力了 分数上已经超了 如果挂的再薄一点的话 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好球 没到劲 当然这个时候 对方是不会让我们他们67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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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对方现在差那么多 差这个分数 它可以吃两杆六粉 那就看他们自己的处理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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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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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应该是挡到了 天俊辉用这样的力度推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球打得很巧妙 正好在都没有的角度上 大家看他这个六分推不推的字 难度还是相当大的 这一局如果要按够的分数打完的话 这红球进来变成这个六分 不得不去拼一下 但我觉得这个六分本身就很难打 打不进就漏 估计 打不进分也不够晚 他挑战喜欢的地方就是不乱搞的 比较直爽 没有了就没有了 是吧 谢谢观看